一份高品质的婚姻往往,不是去限制对方的生活,而是让对方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开心,更加的幸福,除了要与伴侣生活,人们还需要工作,还需要去和别的异性交往,生活并不仅仅只有对方,更多的时候,还有和别人谈事情,而这或许就会聊一些关于情感上的问题。 你的爱人虽然说非常的重要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生活中只能有它,很多这样的人在和别人正常相处的过程中,他们的爱人往往会去打这一个爱的名号去打断他们与别人的关系,虽然说这样的交谈只是一种工作,或者单纯的友谊,但是爱人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要出轨的迹象, 所以要么就去好好的查清这件事情,最后就直接让爱人停止跟别人的交往,这就让非常多的人不知道怎么办了,无论是爱情或者是婚姻,你都不能够去霸占对方。 你要懂得它虽然属于你,但是你不能剥夺它的自由,但当我们结了婚之后,我们应该有着属于我们自己的底线。 当我们去跟一些异性相处的时候,应该要晓得什么事情能做,什么事情不能做,一定要把度给把握好,这才能够让你的婚姻不会受到影响,你的爱人也因此去跟你发牢骚。 但你一定要明白,在你跟一个异性相处的时候,这几种话题是千万不能聊的,一旦聊了就非常容易出问题。 一,不能去说家庭中的问题,每个家庭里面都会发生一些事情,而这里面没有对合作的区别,只有矛盾的产生,所以导致了不合的现象。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非常久之后,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,也很容易的会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,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跟异性朋友去说这件事情,因为他不懂得你的家庭,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 你这样说只会让他无疑,为你对你的爱人产生一定的厌倦,而这就很可能让你和对方产生一个情感的联系。 二,不能够去聊彼此之间的,就情感对自己曾经的一些情感经历,每一个人都有着很多的话可以说,并且对于那份感情每一,个人都是非常可惜的。 或许对于那份感情某些人有一些怨恨,但是当你真正爱过一个人的时候,却往往是非常难以忘怀的。 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进展的第一步,就是精神上可以得到交流。 每一个人聊起前任的时,后都会有着复杂的心情。 既然已经重新开始了一段感情,那么你就应该把之前的情感完全忘记,更不要去跟别人谈论。 三,不能聊男女之间的事情。 非常多的人在一起的时,后都会去开一些内涵段子以此来调节情绪。 这样做虽然说可以,但是产生的影响并不怎么好。 假如有两个人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关系,那么往往就是因为这种段子的影响而导致了他, 门之间有了一种情感的接触,并且在异性的交往当中,诱惑是有着非常大的杀伤力,而这种段子就是隐藏的一种诱惑。 假如说对方跟你聊得非常开心,不会丝毫感觉的排斥,那么这很可能就会出事情。 四,不能够聊隐私。 假如说和对方没有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关系,那你不能够随意地去聊你的一些隐私。 这样子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在暗示他什么,或者当你将隐私告诉了别人的时候,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物。 不能去聊夫妻生活夫妻,之间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话题,这只能够夫妻两个人去了解,跟其他人聊的时候难免,会生出一些尴尬的感觉。 而当你聊了这个话题之后,或许对方就会觉得你在夫妻生活当中过得并不愉快,而想跟对方发生一点关系。 我们明知询的话题,或许对方能够来自yah他,而且是 resultados。 了解和觉之后,我们会不会与社交易赏典了,不得逢你去感觉,感觉发生! 加级集围会暗 customize这样的科技而 é、助水有 чуть没有智内。 今日は用必须值得规定吗?